弟兄姊妹平安 感谢神让我们可以一起来 思想神的话语 是多么的有福 一天的开始 愿神开启我们心里的眼睛 可以看出神话语的宝贵 与奇妙 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读 今天的经文 我这座长老 做基督受苦的见证 同享后来所要显现之荣耀的 劝你们中间 与我同座长老的人 勿要牧养在你们中间神的群羊 按着神旨意咒管他们 不是出于勉强 乃是出于甘心 也不是因为贪财 乃是出于乐意 也不是辖制所托付你们的 乃是做群羊的榜样 到了牧长显现的时候 你们必得那永不衰残的荣耀冠冕 你们年幼的 也要顺服年长的 就是你们众人 也都要以谦卑束腰 彼此顺服 因为神阻挡骄傲的人 赐恩给谦卑的人 所以你们要自卑 负在神大能的手下 到了时候 祂必叫你们升高 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 谢给神 因为祂顾念你们 弟兄姊妹 神要我们以甘心乐意的心 来牧养群羊 在今天的第一节到第四节 彼得教导牧者 怎么样来牧养群羊 现在我们来读第一节 我这做长老做基督受苦的见证 同享后来所要显现之荣耀的 却你们中间与我同做长老的人 长老这个词 弟兄姊妹不仅是教会的助使 也是担任教会牧养的工作 那么在犹太的社会当中 长老地位是很高的 原本都是支派当中 族群当中的大老 所以具有很大的影响力 我们知道在旷野漂流的时候 这个摩西特别卷选了七十个长老 来协助管理 那么在民宿记的十一章提到 摩西卷选的长老 也都是从神那里领受了圣灵的恩高 来跟摩西一同来担任管理的责任 跟牧养群羊的重责 那么到了初代的教会 保罗开拓教会的时候 能来沿用了这个长老的制度 来管理教会 那么在选派长老的事上 保罗有严格的规定 在提摩太前书三章 保罗说 做监督做长老的 必须无可指责 只做一个妇人的丈夫 有节制 自首端正 乐意接待远人 善于教导 不饮酒知事 不打人 只要温和 不增进 不贪财 好好管理自己的家 使而你凡事端庄顺服 所以我们看见初代教会 有长老制度是很平常的事 基本上保罗传福音 建立教会以后 就会设立长老来牧养那个教会 但是彼得在这里特别强调 身为长老的 他是做基督受苦的见证 所以他不是高举自己的权柄 而是强调生命的见证 彼得自己就是耶稣基督 十日假和死 耶稣受死的见证人 《四福音书》当中 我们看见记载彼得最失败的一件事情 就是他三次不承认耶稣是他的老师 而这件事直到今天 往往是我们基督徒 用来当作警惕和自省的教材 更可贵的是彼得说 这是要与大家同享 后来所要显现的荣耀 所以眼前的受苦将来却有荣耀 所以弟兄姊妹 若我们见证耶稣的死而遭受到苦难 这要成为将来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 同享耶稣复活之荣耀的证据 接着第二节彼得劝勉 这个长老勿要牧养在你们中间的神的群羊 当耶稣复活以后 三次问彼得你爱我吗 这让彼得感到很难过 彼得也三次回答说 主啊 是的 你知道我爱你 在彼得回答之后 每一次耶稣还加上了一句 你喂养我的小羊 你牧养我的羊 你喂养我的羊 这就是彼得一生的命定 彼得重要 这个彼得重提牧养神群羊 要甘心乐意 这是身为牧者的第一个要件 我们从第二节第三节注意到 初代的教会当中 有些长老牧养群羊时 并不是甘心乐意的 不是心甘祈愿的 而是对金钱很在意的 所以彼得要他们回到神的旨意 活出基督耶稣舍己 牺牲的榜样 不要让人误以为 长老们都在骗信徒的钱 也不要把传道的事工 当作养家糊口的工具 第四节彼得说 耶稣基督是好牧人 这是每一个基督徒都知道的 所以彼得提醒 主耶稣再来时 是带着审判的权柄来的 所以我们都要向主耶稣交账 所以让我们有甘心乐意 参与福音事工的这样的一个心智 因为这是主耶稣 已经给我们的榜样 祂已经为我们的罪 献上生命在十字架上了 弟兄姊妹 谦卑就是福在神大人的手下 在之前第一节到第四节 彼得确勉教会做长老的 接下来我们看到五到七节 是确勉年轻人 这个在信仰上应有的态度 彼得用了这一个 箴言三章三十四节的话说 神阻挡骄傲的人 伸恩给谦卑的人 这句话在雅各书四章六节 也被引用过 可见谦卑在神的眼中 是多么重要的品格 而骄傲是神多么厌恶的品格 要知道骄傲最明显的 就是拒绝别人的意见 坚持己见 认为自己所做的 所想的都是正确的 在教会里 这种态度是很难 跟别人一起同工的 彼得提醒年轻人 对年长的人要有谦卑 顺服的态度 在这里 彼得还特别用 要以谦卑束腰来劝勉众人 就是劝勉所有的人 要彼此顺服 束腰 意思就是用绳子打结 这样就不会松开 所以如果没有谦卑束腰 就像穿衣服 扣子没有扣好 很容易就脱落了 衣服没有穿好 是很难看的 同样的 如果心中的骄傲 没有谦卑的品格 生命显露出来的样子 就不堪入目了 神学家奥古斯丁说过 骄傲是万恶的根源 这句话很有意思 值得我们来深思 第六节 彼得还劝我们 要扶在神大能手下 这句话很清楚地告诉我们 神是个全能的神 在神的手中 没有不能成就的事 所以只有谦卑的人 才会明白 神才是生命的主 若心中骄傲了 自然不会承认有神 也唯有谦卑的人 才肯承认有神的存在 才肯承认 神掌管这宇宙万物 掌管一切受造之物 在马太福音的 二十三章十二节 耶稣说 凡自卑的必升为高 凡自高的必降为卑 所以耶稣一再地 要求门徒 要有仆人的心态 才能在福音的事工上 带领人认识神的救恩 所以神不仅仅让谦卑的人 能够得到更多的敬重 神自己也因此得到一切的荣耀 第七节说 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 谢给神 因为他顾念你们 这又是引用了诗篇 五十五篇的二十二节 诗人说 你要把你的重贷 谢给耶和华 他必抚养你 他永不叫义人动摇 耶稣还说过 凡劳苦担重担的人 可以到他那里 就可以得享安息 所以神的儿子 耶稣基督到这世上来 就是要让我们的生命的重担 可以卸下来 并且交托在 耶稣基督的身上 重担是什么呢 重担就是指着 忧虑 烦恼 焦虑 愁烦这些种种的 是使人的生命感到 困苦的事情 所以我们可以 靠近主耶稣 而得到生命的安息 会因为主耶稣 成为我们生命的主 而使我们生命 活得更轻松 更有力量 感谢主 彼得说 因为神顾念你们 这是基督信仰 最大的特质 神是爱 使爱的神 关心所有倚靠 他救恩的人 所以我们不必在 生活的需要上 追逐 只要记得 神是生命的主 他会让我们知道 怎样获得 生命之恩 这时候我们一起来祷告 亲爱的主耶稣啊 谢谢你爱我 拳选了我 又把属天的权柄能力 赐给我 让我可以成为一个牧者 去牧养群羊 求你赐给我 甘心乐意的心 愿意为主受苦 牧养群羊 与人分享你宝贵的救恩 这时候我也恳求主 赐给我 谦卑顺服的心 能够服在神 你大能的手下 把一切的重担 忧虑 都交托给你 谢谢主 这样祷告 是奉主耶稣的名 Amen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